关于南太平洋岛的一个国家 汤家当地一座海底火山 在过去两天剧烈喷发 并且引发了海啸 淹没了当地的房屋 建筑围墙道路和汽车 那由于汤家全岛通信网络 受到了严重干扰 目前当地并没有通报任何的伤亡报告 根据外媒报道的卫星照片显示 海面剧烈的炸开 巨大的云团冲天而起 火山灰蒸汽和气体 在当地太平洋蓝色的海面上空升腾 巨大的声响 远在一万公里的美国阿拉斯加 都可以听得到 美国的地质勘探局就估计 这次的火山爆发 引发了一次相当于是5.8级的地震 从火山灰喷发的迹象来看 外界推测 那这场火山喷发可能达到最高等级 有可能是1991年 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爆发以来 全球最强的火山喷发之一 科学家也不排除 未来会有更大规模的喷发 那这场喷发 除了在汤家当地掀起了1.2米的巨浪 周边国家像是菲济和萨摩亚 甚至连日本 美国 澳洲 以及纽西兰等太平洋沿岸国家 都一度对这次的海底火山喷发 发布了海啸警报 其中这也是日本自2016年11月份以来 第一次发出海啸警报 那目前第一波的海啸是已经抵达了日本 美国和智利不同地方 并且造成了海水倒灌 以及民宅被冲毁 海啸呢 也冲上了秘鲁沿岸地区的陆地 灌入了民宅餐厅内 许多的民众慌忙逃生 在秘鲁是已经造成了两人死亡 响亮的警报声 惊醒了日本冲神县的居民 受到太平洋岛国 淌加海底火山爆发的影响 邻国日本深夜发布了 太平洋沿岸海啸警报 民众纷纷漏夜驱车前往高处躲避海啸 长长的车龙瞬间照亮了漆黑的夜晚 来到早上 日本部分地区的水位持续上涨 其中高支线的水位 更一度上升到80公分 导致不少停靠在海港的船只 惨遭淹没 让当地的渔民倍感无奈 位于汤家的海底火山 这次的大规模爆发 事发当时 可见大量的火山灰 在海面上腾空而起 形成一片的超级蘑菇云 从卫星显示的画面看来 火山爆发时的威力相当大 波及的范围也不小 对于这次火山爆发 邻国纽西兰总理阿德恩形容 汤家的首都努固阿洛法 已经被火山灰覆盖 迫害程度非常严重 此外也有不少的美洲国家 受到波及 其中位于南美洲西部的秘鲁 就因为水位夜场上涨 海水直接冲上沿海地区的 民宅和餐厅内 导致不少当地居民仓皇逃离 场面一片狼藉 从高处俯瞰 太平洋底岸的美国一样不平静 只见海水伴随着大浪 以排山倒海之势 向沿海地区进攻 步步逼近住在沿海一带的居民 重重大浪扑面而来 伴随着大量的海水 一起冲进民宅内 让党地居民感到非常震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